给彩刚祝贺 我们俩来讲 好 好 老爸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要跟那个医生说 你爸的事情 家宝都跟我说了 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安排最好的医疗团队 知道你爸爸的病 你就安心读书 其他的 你都不用再烦恼 霓霓 太好了 太好了 那年这样的医疗 就都不用担心 跟阿姨一起睡不着了 赶快跟齐小董谢谢啊 谢谢齐小董 我真的很谢谢你的帮忙 除了谢谢 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 好 就这样 你的谢谢 我收下了 对了 这么多人 你起来这里 晚上会不会睡不好啊 爸 我在那边住得满习惯的 打地铺也挺好的 你是男生 打地铺没问题 可是玲玲是女生 怎么能够一直打地铺睡呢 我看这样吧 你就搬回来住 玲玲 我们家很大 房间很多 你也搬来我们家住 好 好 我 我 爸 爸 你连是安明的女朋友 你这样说我们会很尴尬 俊平兄 我很羡慕你 你们安明 人有个这么漂亮 又孝顺的女朋友 你一定很开心 当然 那是当然的 其实 齐校长 你不会像校长那样 古板保守 你对学生谈恋爱 其实也蛮开放 很开放 其实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 正当交朋友 我是不会反对 如果他交到女朋友 能够像周灵灵一样 那么优秀 我是真开心呢 来 来来 假扮 假扮 来来来 来 来 吃饭 来来来 这边坐 这边坐 来 老爸 我要告诉你 其实我有喜欢的女生 佳玲呢 你看看那个客人 长得又不漂亮 身材又不好 里面那客人这么帅 这么高 又有钱 怎么配得上啊 如果他交到女朋友 能够像周灵灵一样 那么优秀 我是真开心 如果我是齐笑董 我一定也会希望 石家宝的女朋友 跟林林一样 长得漂亮 功课又好 郭佳玲 石家宝 跟我走 我们要去哪儿 我带你去见我爸 我带你去见我爸 告诉他 你才是我真正的女朋友 不要了 跟你爸没关系 是我的问题 我只是羡慕玲玲 你羡慕她什么 我羡慕她 长得漂亮 功课又好 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你 郝佳玲 认真地告诉你 在我眼中 你女班长很漂亮 不准 你这是情人眼里出息事 你不要去管别人想什么 你只要管我在想什么就好了 其实我知道 吕玲玲长得漂亮很吃香 我以前 为什么不会在意这些 不过 自从喜欢上你以后 我就会担心自己条件不好 让你很丢脸 不过 这次你跟你爸保证说 你会考进前三十名 我觉得你也很优秀 所以 我觉得自己 越来越配不上你 如果真的让我考进 校白前三十又怎么样 我根本就不在乎成绩 可是我在乎 如果真的在乎的话 那又多数改变 下次考试考好一点 我发誓 我这次一定要考进校白前 一百三十名 很好 有目标就有动力 你一定会达成的 对了 你这次校白 我再次说 卡地几 两百九十九 你是认真的吗 二九九 头有点痛 没事 你要教我 每周一 这周五晚间八点 每周一 这周五晚间八点 TV BANCE 42台 机智校园生活 要欢迎